你必須要進到我們剛剛這個網址 size.google.com這個地方 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建立多少個協作平台 無限 但是呢舊版本 每一個協作平台 它的空間只有多少 100MB 你馬上吐血了對不對 不會啦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 雖然它的網站空間只有100MB 可是呢 你至少有15G的雲端硬碟 你了解意思嗎 你的檔案就放雲端硬碟是不是空間就更大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先從這邊建立 比如說我從這邊建立一個 你看吧 它現在也把新版本就整合進來了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裡選擇我要傳統的還是新版的 事實上新版的你可以不用從這邊進來 因為你知道它從哪裡嗎 從雲端硬碟 現在 協作平台 Google文件 Google簡報 Google表單 Google試算表 通通都是都是雲端硬碟的一種格式 對 新版本也在那裡 也可以從那裡 所以你不見得要從這邊進來 這樣了解齁 好 那我們先看傳統的就好了 因為傳統的其實還有 還有某些功能 事實上是目前新版本沒有辦法取代的 好那我們先簡單看一下 你從這邊建立一個 好那你進來了之後呢 他就先問你 請問你的協作平台要叫什麼名字 那當然這邊有一些範本 就是人家做好的這個範本 你如果喜歡你就直接點了套用進去 內容就直接進來 不過通常 我比較不幹這種事情 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別人內容進來之後 你要改更麻煩 所以通常我都從頭做 因為不會太難 那我就在這邊 比如說這個是 打完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裡 他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協作平台的網址 就是有沒有 如果你認真看的話 這個跟這裡有什麼關係 羅馬拼音會好像就會 這樣有了解吧 所以你可以打中文 打英文都沒有關係 不過一個原則就是他的什麼 網址的部分只能使用 大小學的英文跟數字 你不能有一些什麼 特殊符號之類的 這就變成你專屬的網址 這樣了解了 那下面這個呢 主題你可以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他內建的 我們一般主題這個 就稱作類似像什麼 布景主題 有沒有都醜醜的 不過沒關係啦 重點是你要會改就好了 點到他 OK 你就選擇一個你喜歡的 然後呢 按下上面這裡的一個叫建立 那建立呢 如果不成功 什麼時候不成功 比如說你的網址已經跟別人一樣了 他就會告訴你跟別人重複了 或者是你的網址裡面有一些特殊符號 那這個建立的過程 這樣就好了 如果比較多人的時候 也許這個速度會比較慢一點點 但是他就像這樣子就可以直接進來 這樣OK嗎 有了齁 所以呢 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右上角這邊 這個是你的首頁 一進來這是首頁 那你如果需要新增 其他內容 就可以從這邊去做增加 從右上角這邊做增加 比如說這個是首頁我按一下 這時候他會把那個編輯器載進來 你不要忘記我們剛剛講的 Google協助平台 不管是新版或舊版 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不用學網頁語法就會啦 就跟你平常做Office一樣 或者應該說類似各位在寫邮件一樣 是不是都有線上編輯器 你看一進來我現在按了這隻手之後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個看起來好熟悉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會簡單的就好了 但是重點在什麼 插入這裡 有沒有可以跟雲端硬碟這些東西 結合在一起 對 所以如果說你的檔案 因為一般來講其實 網頁的格式 畢竟沒有辦法跟Office 那麼多格式 就完全相容 那你要完全相容 最好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就是你直接把那個檔案直接插進來 這樣了解了吧 他可以像這樣子 甚至 你剛剛有看到我的那個教學的課綱 我有沒有把整個資料夾叫進來 有 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資料夾 所以以後 你內容有增加 你就雲端力點丟到那個資料夾 網站你不用更動 自動就會跑出來 你看我從這邊 點下去 你可以選擇你哪一個資料夾 要跟人家共用 這樣就好了 好 你看一下 假設我的是上課的好了 點到他 第12堂 好吧 先選一下 OK 那 重點來囉 這裡有兩種顯示模式 一種叫清單 一種叫什麼 格狀檢視 如果你希望他看到 就是直接是預覽 不管是影片 請問一下 雲端硬碟 可以預覽哪些格式 就是哪些 你丟上去之後 你不用下載下來 我就可以看到他的 Office的行不行 可以 圖片行不行 影片 音樂 MP3 不行 你有試過 怎麼這麼肯定不行 可以捏 MP3可以可以 然後呢 還有什麼 壓縮檔 ZIP RAR 7zip 有沒有都可以不用下載 你就可以點進去看到裡面的內容 你們都沒用過嗎 有 我們可是都勤儉持家的 因為壓縮過之後檔案會比較小啊 你們現在都 直接揮霍管他的資料丟上去 反正壓縮檔他也可以直接看 所以是也蠻方便的 當然不能看的就是你必須要下載下來 好 所以這個跟那個道理一樣 那清單呢就是說我只有檔案名稱 列在上面而已 所以你看我們 我先用清單的點進來 好 像這樣子 來我就把它儲存一下囉 這個我是用清單的 所以你待會應該看到這邊的那個什麼 0613 啊不好意思 這個 裡面還沒有內容 0613的 來我重新編輯一下 編輯 好我就點到他這裡 把它按一下 我又可以進來裡面去找另外一個 變更一下 你看 其他的這些類型事實上都一樣了 那我找一個有檔案的 OKOK這裡有 好就用我們剛剛的好了 這裡面應該已經有內容 好 好的我就在這邊把它按儲存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看到在裡面了 但是這個是清單的 所以如果你要的是 就是影片直接顯示出來的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齁 那在這邊呢 它有預設高度是600 寬度沒有設定就是會自動跟著 什麼樣 我的畫面 畫面去開 你看一下把它變格狀顯示 我們這個應該OK 應該已經預覽好了 已經有幾個應該預覽好了 這樣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所以它的一個很大優點就是說 這個我可以很輕鬆的 雖然看起來是做網頁 可是事實上就是拿你的雲端硬碟 當作我的內容來源 新版本也是一樣 只是呈現方法不同 就在製作過程不一樣 所以舊版本 為什麼也還蠻多人喜歡用的 尤其是比如說你的專題也好 或者是就是教授那種研究的 國科會計畫啦 還是一些就是公司裡面 他們喜歡用這樣是因為 我不用 第一個你不用付費就可以用了 而且也有多人可以使用 那麼再來還有什麼優點 各位 剛剛的這些 請問如果你在雲端硬碟上編輯文件 那個歷史紀錄會不會留著 會 所以你們剛剛同學都以為 白板塗鴉完了刪掉 我就沒有了 在這裡 有沒有查看修聽紀錄 隨時可以回到過去好嗎 你看 今天 那麼舊版本的協奏平台 就跟那個一樣 我看一下 互動買版不是RWD 有人在問這個 再後退一點 再往後一點 6點33 這樣有看到齁 所以不小心 你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嘛 好那我們來看 協奏平台有沒有 有 真的有 我剛剛雖然只做了幾次存檔 但是你看這裡 有沒有叫修訂紀錄 也是一樣 所以舊版本 目前這個功能 在新版本 是沒有的 也就是說 他的修訂紀錄 你看 我剛剛已經修訂成四個版本了 有沒有 幾分鐘之前 你可以點下去 你就知道說 欸我簽一個版本 做的大概是什麼內容 還可以比較一下這兩個版本哪裡不一樣 因為這是Google厲害的地方嘛 對不對 這樣有了解的嗎 所以其實舊版本 我不會說馬上要各位就丟掉 但是你還是可以 如果說你覺得你比較在意這種編輯歷程的 比如說你的專題也好啦 可能同學編輯歷程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一個什麼 一個環境 你也不用架設自己的Server 也不用去花費就能夠擁有的功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齁 所以 舊版本部分我簡單就介紹這樣就好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先看新版本 好不好 那給各位五分鐘先玩一下 看看對舊版本有沒有什麼懷念的地方 好吧 看新版本 我不會說八千二十三 我不會說八千二十四 這個小狼是重量的 我要給子頭